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猛先生上约来我们学校做过讲演 在座的都去听了吗 听了 对 所以关于王猛先生大家有能够面对面 是吧 面对面的看到 他已经是75岁了 是吧 75岁 还是有朝气 那么当时我也介绍过他 他14岁就参加地下党 是吧 就参加党 是吧 录党 那么19岁就当了这个区的团委副书记 是吧 所以他组织部来的 原来叫做组织部来的一个年轻人 那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呢 其实投射了王猛自己的很多的这样一种理想主义 和对现实的一种批判的激情在里面 这篇小说我相信在座都看过吧 看过啊 看过就好 那么这个我就不需要去讲他的故事了 是吧 大家知道主人公是一个22岁的小学教员林郑 是吧 他因为工作积极被调到区 为组织部当干事 那么也是因为他的工作的热情和积极 和那个官僚主义构成了一个矛盾 是吧 那么他是被怀疑与失望的情绪所困扰 但是最终还是仗出来 与官僚主义做斗争 那么这里边大家会注意到 有一个反面的人物 王清泉 官僚主义作风 大家会注意到50年代的文学作品 他写一个反面人物的时候呢 对他们有一种概念化的一种表示 是吧 王清泉像这种 他的作风有问题 他道德上先不正确 所以你发现道德和政治 他经常在革命文学的叙述当中呢 他是双重的 这个人在政治上 他不能贯彻党的路线 党的方针的人呢 他道德一定会出问题 是吧 他身体一定会出问题 是吧 他灵魂出问题的时候 他身体一定要出问题 是吧 那么这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 我们那个时候的文学 对人的处理 我记得刚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 这个人民主报是发表社论 就是平江青的时候 他的题目叫做 刮去鬼脸上的雪花糕 你们不知道 你们现在肯定翻报纸 要是注意一下 就是说1976年 是吧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粉碎四人帮不久 大概一个月以后 一个月以后传播到全国 传播到全国 然后人民主报发表这个社论 标题就叫做 刮去鬼脸上的雪花糕 那么因为江青他变成这个四人帮的时候 那么他们道德上也变得不正确 是吧 他们就是鬼了 他们就变成鬼 那《粉碎四团》之后呢 有很多的演出 活报剧 是吧 那么张春桥呢 姚文元 王洪文 是吧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活报剧 我还演过那个活报剧 那么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们都被丑化 江青呢就是用一个假头套 是吧 然后那也把鹅猫散 然后都是用男的去扮演 是吧 然后造成他的一种 有的地方也有女的扮演 那么王洪文呢 非常奇怪 就是他是内八字 也呢 他的就是用成这种八字 内八字走出来 是内八字 那么姚文元呢 就点着一个大肚子 就是用他那个 其实姚文元没那么怕 就把他肚子的骨得非常大 然后一个吐的脑袋 张春桥呢 是用他的这个肩膀呢 一只肩膀高 一只肩膀低 用这个穿那个西服的里面 做了很大的那个垫子 所以他是这么歪着肩膀 那么这个 你就发现 就是说对他们身体 要进行一种丑化 这是我们 革命文学的一贯的做法 其实你在这个 即使像王猛这样 写这部小说的时候 王猛才二十一岁 二十二岁 是吧 二十二岁 那么 即使是他这么有原创性的了 你发现他把这王清泉 对他的处理是 对他的描述是 他因为男女关系被降格 是吧 那么 所以对他们的一种建构 对他们形象的建构 总是从肉体到精神 要做一种双重的一种处理 当然这个小说 其实他也写了一些年轻人 像韩长兴 其实当时也挺年轻的 二十七岁 就表现出他工作上成熟于老练 大家看一看 那个时候的描写 王猛的 确实二十二岁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对那个时代的 青年人的描写 他也是很出色的 那么写这个 写这个 韩长兴 他是比领导干部 还像领导干部 但是小说也写了流失物的形象 那么 也把他写得非常的 复杂 我觉得这点是 王猛的可贵的地方 其实写王清泉 是太概念化了 是比较概念化 那么这篇小说的 这个 当然当时都被看成是 对官僚作风的批判的 一个非常尖锐的作品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 当时对他这篇小说 进行了一种围攻 但是呢 1957年 毛泽东在中南海一年堂 和文艺人士谈话时 还谈到王猛的小说 你会发现 那个时候的领袖 都非常关心文学 是吧 大家注意到 就是太阳之道三根和尚 毛主席关心过 胡乔木关心过 周扬也关心过 那么 这个赵树里的小说 大家记得 是吧 很老总 是吧 他还关心过 那么 王猛的 这篇小说 毛泽东还看了 毛主席看了 毛主席认为 他是心生力量 要保护 那么由于毛泽东的观点 当时批评界对这个小说呢 才开始持肯定态度 当时有一个人啊 叫做这个马寒冰 马寒冰本来是批判这个王猛的小说的 但是后来呢 这个听说 毛主席肯定他 他得到确切的消息 毛主席肯定这枚小说 他瞎坏了 他回去 就上吊自杀了 这个死得很冤枉 死得很冤枉 大家就可以发现 那个年代 就是说 毛主席 这个在大家的心梦当中 是一个 什么一个 什么一个印象 所以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是吧 其实 不一定 不一定就到死那个地步 可能会遭受一些批判 是吧 但是他 巨大就自杀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同时也是很悲剧的一个例子 中国知识分子 在那个年代的一种遭遇 当然就是读王猛这篇小说呢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读法 这里呢 我注意到这个洪子成先生呢 他对这部小说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解 他是非常独到的理解 他认为是有一个关于外来者的故事 就是 你像这个 小说写的这些人 是吧 这个林郑呢 来到这么一个机关 他是外来的 是吧 这个外来的 他是看到这个单位里边的 官僚主义的形象 那么其实这个呢 和这个当时 这个 丁宁在 在医院 丁宁在延安写的 在医院 在医院中 那个路平 当时也是从外来 是吧 小时候一开始 他骑着那个 毛驴 是吧 牵着那个毛驴 翻过那个山 翻过好几座山 跟 跟 跟那个 几个人 然后 费尽很多的困难 然后来到这个医院 然后看到这个医院 如何如何 那么这个林郑 也是来到这个机关 所以 胡子晨先生呢 他从这么一个视角 来看 他们之间的 一种关系 革命文学 来叙述的一个 某种类型化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见解是 非常有 有 深度的 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 我也会从 另一方面来看 我试图呢 来把这篇小说的 和五四 革命文学的一种传统 加一种理解 就在五四时期以后呢 在革命文学中 已经断裂了 关于个人的 自我意识的叙事的 一种重新抬头 但是在当时呢 这一个主题呢 是被反官僚主义 和描写阴暗面的 这种时代意识 遮蔽的 所以我刚才说 虽然说 这个时期的文学 是一个反官僚的文学 但是 我会去看 那里面所包含的 一个五四以后 关于个人的 自我意识的一种叙事 它如何在革命文学中的 以这么一个 非常隐蔽的 非常微妙的 非常有限的方式来存在 那么 这部小说描写的呢 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 知识分子的生活 我觉得他写了一堆的 这个知识分子 像刘苏乌 和韩长兴赵慧文的林郑 他是一群知识分子 所以这个反倒和 我们过去的 说顾农兵的那种文学 它是不一样的 它写的是一群青年的干部 那这青年的干部呢 他们都是 带有知识分子的 这种形象 我说 与其说韩长兴流失物呢 是官僚的典型 不如说他们表现知识分子 在革命年代 内心的茫囊无措 所以我的这个理解的 角度呢 是比较另类的 和我们文学史上的解释 不太一样 包括洪子诚先生 他是从那个 外来者的形象 去看一个革命 文学叙事当中的 一个个人 和这样一个集体 作为外来者的 这样一个关系 但是我去看的是 这群知识分子 他们接受过教育 他们在革命年代的 内心的那种茫囊 所以深度分析 他们的自我意识 自我论同 可以发现 五四时期 启蒙着 知识分子的影子 只不过由于 中间阻隔着 漫长的革命声音和岁月 他们逐渐地 丧失了自我的目标 他们被一种 结构与制度所控制 但是那种 知识分子的人文气息 那种做派 那种小词情调 还是会压抑不住地 流露出来 那么在革命的年代 革命非常明确 知道革命的目标 在什么地方 其实你会发现 读这些作品 我会有另外一种思考 就是说 到了五十年代 这种革命到底向何处去 其实知识分子 它是很茫囊的 总是被上面发动的 一个一个的运动 所裹挟 知识分子自己不知道 在那个时候很明确 这个达到蒋毁帮 是吧 解放全中国 那么把天下的穷苦人 这个拯救出来 到了五十年代 这个革命到底往哪里走 其实大家也注意到 不只是这些小知识分子 就中央的领导 除了毛泽东 一个人清除 我不知道毛泽东 一个人清除不清楚 是吧 但是刘绕奇 周恩来 周恩来今天是作为 右倾的代表 今天要做检讨 是吧 邓子辉农业部长 也是右倾的代表 是吧 彭德怀这不用说了 是不是 你就发现这么这个 林彪就干脆躲起来生病 睡不着觉 躲起来 那么你会发现 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 解放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到底要往何处发展 当然有苏联的这种 作为一个参照 但其实 这个毛泽东跟苏 斯大林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微妙的 是吧 非常非常微妙 那么斯大林其实一直很怠慢毛泽东 毛泽东 解放以后到苏联去 在斯大林那里所受到的待遇 是不是太理想的 其实后来赫鲁晓夫当政的时候 毛泽东去了 其实赫鲁晓夫那个时候 还是给毛泽东非常高的礼遇 所以他还是非常高兴 但是不知道为何的缘故 大家知道后路晓夫曾经秘密返华 是吧 毛泽东在游泳池里面会见他 大家知道这个吗 反正这种事情都很多 这个一直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是为什么毛泽东要在游泳池里面 后来这个 毛泽东一边在游泳 后路晓夫 站在游泳池边 穿着西装 皮鞋 不好意思 后来只好把衣服脱光 也跳到游泳池里面去 跟毛泽东一起游泳 一起唱谈这个 共产国际的革命形式 这个是事实 这个不是编造的 不是野史 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 那么实际上我要说的就是说 其实五十年代的这种社会主义革命 虽然说大家看上去 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 一个一个的革命的运动 我觉得 其实在大多数的人 都是很莽朗的 其实革命的目标 被一个一个的运动所裹挟 你不知道 这个革命到底是什么 前面的革命目标到底是什么 都说社会主义 当然有很多的运动 多快好人建设社会主义 他有一个运动 是吧 这个土改 土改这个合作化运动 人民公顺运动 是吧 然后大跃进 等等 但是这种革命到底 要走向何方啊 你特别是在这些机关里边 在城市里面的这些机关 这些干部 他们对革命的理解 所以刘少奇 后来又写了这个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是吧 后来被称之为是修正主义的大赌草 所以你会发现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到底在什么地方 所以为什么后来会发生 这个无产极致文化大革命 仅仅把这个解释为 是党内的权力斗争 我觉得是不够的 我们还是要在 社会主义革命的 这样一个道路上 社会主义革命的 这样一个方向的问题上 去理解它 所以在这些作品 我会在这样一些背景上 我会重新去解释它 重新去理解它 这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 那么大家一般的来说 大家掌握它是反官僚 是吧 反官僚主义 批判现实 暴露这个 那种 当时的沉闷的 这种教条主义 官僚主义的这种作风 有一种很强烈的批判性 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可以了 那么双百方针时期的 文学历史的 我觉得显示出了这些特征 这个我概括一下 第一个呢 它典型地反映着社会主义 总是以运动的形式来展开其变异的世界 那么第二呢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深受苏联的影响 同时在双百方针时期呢 也试图摆脱苏联的模式 走中国自己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第三呢 双百时期是在17年的文学史中 中国作家最富有表达个性的一个时期 作家试图以他的个性与现实直接碰撞 其次的双百方针时期 不同的作家 都有尝试从历史的束缚中走出来 文学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局面开始呈现 其五的双百时期 失败的结果表明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试图创建自己的文学的超越性 即对现实具有反作用的那种独立的能力 这样的努力的严重受损 文化领导权中的文化审美含量 被政治严重削弱 此后它的历史 我这个可能太武断了一点 认为它是由政治来主宰 那么其实呢 我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 我觉得有一个 还特别分析赵惠文和林郑的那种关系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心得 是吧 他把他请到家里给他做饭吃 然后听收音机 是吧 所以我说 他这里面试图出现一种情调 小说一种情调 这都是非革命化的情调 是吧 这种东西在这个小说中的出现 当然关于这个小说的修改啊等等 我在小说的注释里面都有谈到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是 这篇小说 我觉得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作品 第三点呢 是情感的多样性 挖地上的战役 红豆与百合花 那么 对这个时期呢 我总是试图去 用某种概念去捕捉它 我觉得这个时期的文学呢 它还有一种丰富性出现 这是情感的多样性 所以通过这几部作品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注意到 陆陵的作品 是吧 挖地上的战役 那么 红豆 中府的红豆 卢志娟的百合花 关于陆陵的这个 大家要知道 他过去写过的作品 最重要的一部是 《财主的儿女们》 那么 那么这个是胡锋的 非常赞赏的作品 他认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 一个重大的事件 也有人把这部作品呢 看成是五四以来 中国知识分子感情和意志的 百科全书 大家注意一下这部作品 那么他是 当然被打成胡锋分子 那么被关起来 在文坛消失了二十多年 陆陵曾经被认为是 最有才华的中国的作家 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 这个是青年时候的陆陵 这个是老年的陆陵